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是不是在想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如果有题目或流程图 在课上来不及记录 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通过拍照或者截屏的方式 重要的是你要在学会记录关键信息 记录自己的困惑和疑问 今天的学习仍然会有想一想 练一练等环节 请大家做好准备 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二课 分支结构的嵌套 在本堂课中 我们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什么是分支结构的嵌套 以及如何使用分支结构的嵌套来解决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分支结构的嵌套 从上一节课的学习中 我们已经对于分支结构有了初步的认识 知道了分支结构可以根据条件的判断结果 在两个步骤中选择其中的一个来执行 但是 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需要在更多的情况中进行选择的问题 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比如 数学中我们遇到的一元二次方程问题 输入系数ABC 如果想输出方程的实数根 该怎么解决呢 这道例题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 有三种情况 没有实数根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或者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而这三种情况 是由根的判别式的值来决定的 小于0 等于0 还是大于0 好 知道了这些 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输入什么 三个系数 那么我们可以用三个变量ABC来存放 然后 因为三种情况都是由根的判别式delta的值来决定的 所以 我们要先将delta算出来 那么 我们用变量D来存放delta的值 它等于B平方减4AC 接着 我们就可以对变量D的值进行判断了 D小于0吗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 就输出没有实数根 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条件不成立呢 还剩下两种情况 所以 我们还得再判断一次 D等于0吗 如果等于0 那么输出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这是第二种情况 否则 就只剩下第三种情况了 输出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解决问题的步骤分成两步 先把方程根的几种情况分析清楚 等到后面再解决方程的根的计算 下面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用流程图来描述 先输入系数ABC 再计算根的判别式 用变量D来存放 然后 对变量D的值进行判断 如果D小于0 条件成立 那么输出无实数根 否则 条件不成立的话 继续判断D等于0吗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输出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否则 输出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最后 依次结束每个分支结构 从图中可以看到 在外面这个分支结构的一条分支上 还有一个分支结构 两个分支结构形成了一种嵌套的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分支结构的嵌套 这种嵌套形式可以很好地解决 在多种情况中进行选择的问题 分支结构的嵌套有多种变化 可以嵌套在一个分支上 也可以嵌套在两个分支上 可以嵌套双分支 当然 也可以是单分支 但是 不论可能情况有多少种 出现了多少条分支 程序最终也只会选择 其中的一条分支来执行 这也是同学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 继续将它完成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计算和输出方程的实数根 这是在低大于等于0的两种情况时需要执行的步骤 所以 我们可以将流程图中的这一部分拿出来进行修改 根据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 将原来的输出步骤 将原来的输出步骤换成先计算方程的根 然后再输出 同学们要注意表达式中运算符的输写格式 一定要正确 我们可以将修改后的流程图部分 放到之前的流程图中 替换掉对应的环节 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问题解决了 下面 让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请同学们思考后写出你的答案 请同学们在这个解决于0的输入 选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对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的算法 先判断用户名是否正确 结果为True 执行标识为Y的分支 然后再判断密码正确吗 我们发现输入的字符 与密码中的字符T大小写不一致 所以条件判断的结果为False 执行标识为N的分支 输出RunPassword 然后算法结束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选C 同学们 分支结构的嵌套是不是很有意思 当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时 我们可以将分支结构 一层一层的嵌套在一起 在我们身边 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能不能使用分支结构的嵌套去解决 还记得上节课中 老师提到的那家文具店吗 这一次为了更大的让利给顾客 改变了打折方案 现在是不满5件打9折 5件及以上不满10件打8折 10件及以上打7折 请你设计一个算法 输入购买单价和数量 输出总价 问题比上一次变得复杂了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 首先输入的没有变化 还是单价和数量 可以分别用变量P和N来存放 处理时 总价还是要计算的 只不过打折的方案变了 但仍然是根据数量的不同 决定了折扣的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以数量N的值 来作为判断的条件 那么现在有几种情况呢 首先不满5件打9折 那也就是N小于50 这是第一种情况 条件成立 我们将总价打9折 否则还有两种情况 不满10件 打8折 10件及以上 打7折 所以我们还得再判断一次 数量N是不是小于10 如果是 条件成立 打8折 否则打7折 最后 将打折的总价S输出即可 同学们看 在这里 我们进行了几次判断 是不是两次 第一次的判断 将第一种打9折的情况 筛选了出来 第二次的判断 则将剩下的两种情况 区分开来 从而解决了在三种情况中 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问题 问题分析好了 那我们就接着 尝试用流程图 来描述一下算法 先输入单价和数量 并计算总价 然后 进行第一种情况的判断 即数量N小于5吗 条件成立 打9折 否则 这个时候要注意 当N小于5的条件不成立时 则说明 N肯定是大于等于5的 这是算法执行到这里时的一个隐含条件 所以在下一次的判断中 就不需要再判断N是否大于等于5了 而且 剩下的情况也只剩两种 要么大于等于10 要么小于10 所以 接下来 我们只要判断N是否小于10即可 如果小于10 那么就是第二种情况 打8折 否则 也就只剩最后一种大于等于10的情况了 打7折 所有的情况区分好后 在结束分支结构的嵌套时 要注意 两个分支结构要分开结束 和判断框一一对应 最后 输出总架S 完成了算法的设计 这里呢 我们也是使用了分支结构的嵌套 来解决了对三种情况进行选择的问题 双分支的一条分支上 嵌套了一个双分支 在运用分支结构的嵌套时 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在于判断条件的划分 需注意条件不成立时的隐含条件 做到不重复 不遗漏 在这道例题中 最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 也就是N小于10 这个判断条件的设置了 如果把条件写成 N大于等于5 and N小于10 这就多余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使用分支结构的嵌套时 程序代码该如何输写呢 输入输出部分 可以按要求写好 然后 中间部分红色框内 是一个双分支 所以我们使用双分支F语句 Fn小于5 then 把条件成立时的语句写好 这里要注意 F语句后面 是一定要写条件表达式的 这里的else分支上 还有一个双分支结构 所以我们再写一个双分支F语句 注意 条件和条件成立时 对应的语句 不要写错了 两个and F 分别对应的是 两个分支结构的结束 在写分支结构的语句时 要注意F 与and F的一一对应 使用缩近的输写方式 会让你的程序 有更好的可读性 能清晰地看出 算法的结构与层次 也能让你更容易发现 程序中的错误 有位同学 问了老师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先判断 数量是不是10件以上 能不能解决 这个打折问题呢 同学们 你们觉得可以吗 老师呢 现在就将第一个判断条件 n大于等于10 写在了判断框中 请同学们试试看 如何将流程图中 剩下的空格填好呢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将答案写在作业本上 好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由于第一个判断条件 是n大于等于10 满足条件时 应该是7折 所以 y分之上要填 s等于s乘以0.7 如果条件不成立 那么第二个判断框 应该写什么条件呢 剩下的两种情况 都是小于10的 区别在于 一个大于等于5 一个小于5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条件中 选择一个来区分他们 这里呢 老师建议大家 在使用分支结构的嵌套时 可以按照从小到大 或者从大到小的顺序 来依次对每种情况进行判断 这样就不容易写错了 现在我们是从大于等于10 开始判断的 所以 我们这里可以写 n大于等于5 然后 分别写出对应的打折情况 就可以了 既然流程图都设计好了 咱们是不是继续来帮帮他 把程序代码也写一下呢 下面 就请同学们在作业本上 写一下流程图对应的VB代码 等写好代码后 再和老师的核对 别忘了 F和EndF要一一对应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学们都完成了吗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 首先 是F条件 Zen 写条件成立的语句 打7折 else后面 嵌套了一个双分支 如果n大于等于5 是第二种情况 打8折 否则 就是第三种情况 打9折 最后 输出S 这样程序代码就写好了 在编写代码时 同学们可以参考已经设计好的流程图 下面让我们来输入两个数试一试 如果输入的是单价10 数量是5 看看算法会出现怎样的执行结果 在初学阶段 我们可以通过列表 来记录每个变量的变化 先进行输入 所以变量P和n的值分别为10和5 然后计算S的值 等于50 接着 进行条件判断 n大于等于10吗 因为n是等于5的 所以判断的结果为force 执行标记为n的分值 再判断 n大于等于5吗 结果为tru 所以 执行标识为y的分值 将S乘以0.8后 重新复制给S 于是 S变量的值 变为40 完成了打8折的操作 讲到这里 老师有个问题 想来问问大家 如果有位同学 输入的单价式时 却误把数量输成了负5 该流程图描述的算法 会出现怎样的执行结果呢 请同学们想一想 说一说 老师 单价和数量 怎么会有负数呢 程序一定会出现错误吧 我觉得 算法还是 可以正常执行的 但是程序运行后 会输出一个负数 这位同学说得很对 但是总价 怎么能是负数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 怎么才能不让别人 输入负数呢 老师 我有一个想法 能不能再嵌套一个 分支结构 如果输入的是负数 就提示他输错了 只有输入的是正整数的时候 才计算应付款 嗯 你想的办法很好 通过在用户进行输入后 增加一次条件判断 来验证输入数据的合理性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老师 再考考你们 对于这种打折的问题 如果不使用分支结构的嵌套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老师 我现在想不出来 要不 还是请同学们来帮忙吧 好吧 那就把这个问题 留给正在听课的同学们吧 请大家在课后的思考和讨论中 说说你的想法 下面 到了大家练一练的时候了 请同学们将答案 写在作业本上 老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可以使用列表 来记录变量值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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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是因为变量 这是因为变量具有负值即覆盖的特点 完成后 跳转到endf后面的语句 输出变量m和n的值 所以结果为10和3 选择b 再来看第二题 输入15 变量的值分别为m等于10 n等于5 c等于15 进行条件判断 c大于m吗 因为c等于15 大于10 所以判断的结果为true 那么执行then分支上的语句 将c变量的值复制给变量m 于是变量m的值变成了15 然后不执行else语句 直接跳转到endf的后面 输出变量m和n的值 结果为15和5 这样就完成了 由于变量的值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经常会发生改变 所以用列表的方式 可以很好的记录下 每一个变量的变化过程 也方便我们推算程序的执行结果 本堂课中 我们知道了 可以用分支结构的嵌套 来解决需要在多种情况中 进行选择的问题 给同学们留了几个小问题 作为思考和讨论 同学们 学习了今天的内容 你是不是能想到 生活中还有许多 可以用分支结构 或分支结构的嵌套 来解决的问题呢 请你与你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一下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